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小程序的页面在加载以后什么也不显示 这个是因为页面需要的数据是从小程序的全局那里来的 那么这里我们用了一个onlaunch这个生命助期的方法 它里面用了wxrequest这个接口去请求了网络上面的数据 这个请求是异步的 也都是很可能页面在加载完成以后 我们请求的那个数据还没回来 这样页面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显示的数据了 解决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在成功的得到了请求的数据以后去做一下判断 去看一下页面是不是已经显示了 如果已经显示了,说明页面在得到数据之前就已经显示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再去执行一下当前页面的onload的这个方法 在页面的这个方法里面我们用了这个setData 它可以去让页面重新的使用新得到的数据再去渲染一次 这里我们可以改造一下app.js 在这个request的成功的回调里面 添加一个currentpages 它的值用一下getcurrentpages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返回当前的页面 这里呢还会包含页面的上一页 下面我们再去判断一下,去看一下这个currentpages的length 是不是不等于0 如果页面还没有显示的话 这个currentpages的值呢就会是0 这样的话我们就什么也不用做 如果页面已经显示了 我们就需要得到当前的页面 这个当前页面的所有值呢应该就是currentpages的length 也就是数量减去1 后面再调用一下unloads 现在我们的页面就不会再显示空白了 我们的页面就不会再显示空白了